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或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 阿弥陀佛 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 上次我们讲到 翻开271页 271页 今天我们要从271页 这段经文开始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圣法 无二义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这一圣呢 这个实在又在特别强调 十方三世所有佛菩萨 所有的佛 所有的佛 只有开眼一圣法 所以这叫教一 教理 所讲的道理是一致的 叫教一 讲的道理是一致的 教化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要让众生成佛 所以唯有一圣法 无二义无三 没有第二种 也没第三种 除了是方便讲 除了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 引导于众生 所以身文原诀 这就是假名 方便说 他是为了引导众生 来进入这一佛圣 引导众生 这是一种方便 方便讲 但事实上是 教他一佛圣 是来教他一佛圣的 的法 这个呢 是我们这边要讲到的 这个之前就讲过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翻过来 第272页 说佛 智慧故 诸佛出于世 为此一世时 余二者非真 终不宜小圣 嫉妒于众生 佛自主大圣 如其所得法 定会立庄严 以此度众生 自正无上道 大圣平等法 若以小圣化 乃至于一人 我者度艰滩 此事 为不可 好 这段经文 又继续 来谈 这是佛 诸佛 初于世 那 教导众生 他的行词 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 要让众生 能够成佛 好 说佛 智慧故 诸佛 初于世 为此一世时 就是 诸佛 初于世 只为了 什么事实呢 就是说佛的智慧 说佛的智慧 于二者非真 其他的都不是真的 就是只是暂时讲 暂时讲 所以讲的小圣教法 都只是暂时讲 方便说 所以终不宜小圣 基督于众生 最后是不会 让他只是在小圣而已 基督于众生 终不会让他只是得到小圣的果位 度这个众生呢 不会只是让他 只是小圣 佛自助大圣 如其所得法 佛呢 自己住在大圣里 所以呢 他会如其所得之法 立定会立的庄严 以这样子 佛自己的各种庄严 自己所得的各种法 以此来度众生 至正无上道 大圣平等法 佛呢 自己正无上之道 无上的佛道 大圣平等的法 如果 佛自己正道 无上的佛道 却以小圣来教化 这些众生 那乃至于一人 就算其他都是讲大圣 而只有一位 他只让他得小圣 那 我者 堕坚贪 此事为不可 所以 佛的心理 都是为了要大家 能够学佛 最后 成佛 如果佛呢 他想要 只是让一个人 只是小圣 就好了 没有要他 得大圣 那么他就 堕了坚贪 此事为不可 这就好像 我们 那个塞乎 要教徒弟 他不会留一手了 是不可能留一手 所以 一定都是全部 交给弟子 全部交给弟子 这个我想到 那个 好 明尔士巴跟 刚破巴 那个 这个白教 他传承 从明尔士巴 开始开展 明尔士巴的师父 是马尔巴 这个 马尔巴教导 明尔士巴的时候 很辛苦 明尔士巴 因为明尔士巴 之前造了很多 二叶 马尔巴为了 削他二叶 叫他去盖房子 叫他盖房子 盖石头房子 盖完又把他 房子踢掉 毁掉 又叫他 重新再盖 这样盖了几次 明尔士巴 为了盖那个房子 背 他的整个背 都磨得 都破损了 因为他背石头 所以他背上 都是很多的 巴 很多的 巴 但是呢 这个上司呢 要他 这样子做 他的业障 消了很多 业障 消了很多 这是 明尔士巴 他很辛苦 为了要 学 消他的业 他的上司呢 给他很多的磨烂 那个磨练 很多的磨练 那 这个 明尔士巴 他在往后 动化众生 开展了 整个开展的 白教的教法 那 他的 有一位弟子 传他的教法 传最多 就是 刚博拔 刚博拔 有一天呢 明尔士巴 把 所有的 就是 就是 已经所有的法 都传给 刚博拔了 那 刚博拔就 全部都学完了 然后就 那 那个 明尔士巴 就跟刚博拔讲说 你可以 走了 你可以去 赶快去 利益众生 赶快去 利益众生 因为很多众生 等着 刚博拔 好 那这个 明尔士巴 就送他到 河边 河边 然后 明尔士巴 坐在那石头上 那 那个 远远的 就看这个 刚博拔 他的徒弟 过河 就走了 那 明尔士巴 知道 刚博拔 心里 还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 疑惑 没解 因为他们 证悟了 他就知道 这个徒弟 有一个 疑惑 没解 什么疑惑呢 因为他知道 这个刚博拔 在想 师父 是不是真的 把他的法 全部传给我了 是不是每一个 灌顶都给我了 是每一个法 都给他的 刚博拔 心里有一点点 这样疑惑在 他 明尔士巴 他当然 他心通都通 他马上就知道 就把他叫回来 又把这个 刚博拔 叫回来 好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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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尔士巴说 我还有一个 无上大法 要传给你 什么无上大法 这刚博拔回来 就到 那个 坐 他坐在河边 明尔士巴 坐在河边 他 他说 我还有一个 无上大法 要传给你 就跟着 刚博拔讲 刚博拔就 眼睛就亮了 就 赶快要注意听 是什么 无上大法 叫这个明尔士巴 就把身上的 后面的衣服 脱下来 脱下来 把那个背露出来 那背全部都是疤 都是当初 他辛苦修行 刻苦铭心的那些 疤痕 流血流汗的疤痕 那 那个 他就 把这个背 这样脱下来 好 他是当初精进用功 很精进 非常精进 修行 留下来的 那个痕迹 他的那个 这个臭皮狼 留下来的痕迹 他就给 给 干博拔看 干博拔看了 眼泪就流下来了 他说 我所有的法 都传给你了 他说 他跟他讲 我所有的法 都传给你了 好 我再提醒你 我有精进用功 才是 才有 才能够 才能够 自利利他 但是 这是辛苦的修行 一定要很苦行 意思是要苦行 不要太享受 要苦行 这个是 他的那时候的 一段小故事 所以佛也一样 佛当然是更是这样的 他已经是成佛了 他总是希望我们 每一个众神 都能够跟他一模一样 最后都可成佛 这个密尔日巴 在山洞里闭关的时候 他只有吃野菜 只有吃野菜 吃到全身是绿色的 他只有吃野菜 过生活 你看 以前这样的人 就很 心里就很欢喜了 日子就觉得过得很充实 很高兴 像 我有一个道友 有一个道友 信使法师 一个道友 但是这位道友 他都长期去尼泊 他在尼泊 他跟我讲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 他说尼泊 早上起床 因为他是偏远地方 没有电 没有什么 也没有厕所 所以他们的厕所 外面的田地 都是他厕所 所以是每个人的厕所 大地都是那些人的厕所 你看他是简单到这种程度 他们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就看到每一个人 都拿了那个一罐 一罐东西 里面都装水 然后绳子就 那个绳子就 套住那一罐的那瓶水 就这样摇啊摇啊摇啊 就进入那个田羹里 大家都一个个都去 那个田里面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们在做什么 去上厕所 去上厕所 他们没有那个卫生纸 他们就是用水洗 上完厕所都是用水洗 以前呢 他是这么淳朴 这么淳朴 现在他 现在很依赖 这个我们周遭的 店啊 什么都依赖 连个停车位也移来 找个房子 要找有停车位 你还为了停车位 还要花好多钱 那个停车位 都快要跟一台车一样 贵了 好 好 我们来看 274页 好 来看 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若人信归佛 如来不其狂 亦无贪记忆 断住法中恶 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谓 我已向原生光明照使经 我量众所尊 为所实相应 就是说 如果有人 他很用心地归一 这个佛 那么相信佛 如来呢 他是不欺狂的 他不会欺狂众生的 他只有为众生好 一切都是善意 义无贪记忆 也不会有贪 嫉妒的那种念头 如来早就断掉这些念头了 好 断住法中恶 都断掉所有法 修行佛法的恶 这种中间的这种不好的 欺狂啊 贪啊 嫉妒啊 这些心都断掉了 都断掉了 所以 故佛于十方而读 无所谓 佛呢 他在十方世界 他是 都做无所谓 无畏的狮子后 不会害怕 完全百分之百的信心 对所有的众生 验说成佛之道 我以相言身 佛呢 以万得庄严之相 庄严他的身 这个万得庄严是他 累世累生累劫来 所修的点点的福报 所庄严的这个身 报神 光明照时间 他让这个众生 得到所有的光明 让众生 有一条路可以走 有一条光明的路 可以走 让所有世间的众生 都能够不会迷 迷失了他自己 无量众所尊 为所实相应 当然他是 无量所有的众生 所尊的 那佛呢 为所有众生 说这个实相 这个应呢 就是应张 这个应呢 就是像 这是 意思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不会有不一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完全都是 跟佛所体会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实相 所以叫实相应 无量众所尊 我们这里讲到 这个贪记忆 不欺狂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法中恶 断诸法中恶 这里面这些 都点点滴滴要断掉 但是我们不是圣贤 我们难免 你要完全不欺狂 要都很扎实实实在在 因为我们过去 累结的这个习气 难免会有一点 不可能都是很扎实 但是呢 我们要懂得 关照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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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话 不太实在 要常常绝照到自己 这个状况 不要怕绝照自己的这种 不好的一些心态 不用怕绝照到怎样 只怕没有绝照 就算还一时改不过来 但是我们慢慢 慢慢看到自己 慢慢看到自己 就会慢慢的 有办法可以改了 贪记 这个记是最困难的了 这个我以前 曾经都讲过 这就要用水洗功德 来化掉 水洗功德 这在历史上 从佛陀这个时代 就有嫉妒了 就有嫉妒了 佛陀这个时代就有嫉妒了 最明显的就是 提婆大多 提婆大多破身团 破身团 这个 这是在那个时代 就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所以 这个 有很多人讲说 说 师父啊 这个 很多寺庙都很多是非 跟我这样讲 很多寺庙都很多是非 我是讲说 如果没是非 就修不出 修不出修行人来 如果那个地方 都 什么都好好的 每个人都是 磕磕磕磕的 如果你现在去这个地方出家 每个人都对你磕磕磕磕的 你是不可能修起来的 百分之百 不可能修得起来 所以以前那个 这个广经老上的道场 广经老上的道场 我也看到他们以前 里面 朱家众在写一些过去的 一些回忆 回忆广老 他常常勉励 要忍辱 要忍辱 然后要 要放下 然后要听直视人的话 不要说 每一个人都是做 一定要每一个人都 谁也不听谁 不要这样 一定要听直视人的指挥 我们听他的指挥 然后把事情办好 意思不是 就是意思不是说 就是我们不是说 他做人做好 我才听他的 不是这个 你是要为大局着想 把整个 整个事情圆满了 你就功德很大了 不是说 谁在指挥的问题 是你一定 我们是为了整个大局着想 把整个地方 把它弄好 事情圆满好 这样才是重要的 这个广老是讲 我们要放下自己 在这个整个 整个团体运作里面 才能考验出一个人 谁是为大众着想 马上就看得出来 谁是自私的 谁是为大众着想的 马上就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为大众着想的人 往往会比较 凡事都是 为功不为师 凡事都会 就是比较礼浪 会比较礼浪 然后 顾大局 比较会顾大局 眼光比较看得远 我们要常常训练自己 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不要在 个人的 人我是非里面 在 人我里面 在打转 不要在个人 那个里面 在打转 以前 很多人跟我谈说 那个 师父你们出家人 也是一样 都很多戏 我们也不能管 你们出家人 我听了心里就觉得是说 这个对于 从佛陀那个时代 你要当一个 你要从 无始劫来的习气 一直修 修到变成圣人 你不是出家 二三十年就能修到圣人的 不是这样的 没有那么容易 那是累世累劫 慢慢修 你才有办法 到一个 一个 一个 圣人的 一个 完全解 能够解脱 这个分段生死 比如说像 阿底霞尊者 阿底霞尊者 在他传记里面 你要到 阿底霞尊者 这个层次 他要当五百事 过去生中 要五百事 清净比丘 你才有办法 你才有办法 到 修到这样 五百事 清净比丘 阿底霞尊者 那他五百事 以前 就不是 就还没有达到 说完全很清净 他是要慢慢修 一直修 一直修 慢慢修起来 慢慢修起来 他只要能够 走出世之路 我就敬佩他的精神 他只要有决心走 出离世间之路 我就敬佩他了 虽然说 还有很多的习气 这个都没有关系 所以 在我们经论里面 都有讲到 你供养一个阿罗汉 你不是 你供养五百百位阿罗汉 还不如 生次供养一凡夫神 凡夫神 凡夫的 那个 生众 出家人 就是次地供养 生次供养 凡夫神 就是次地供养 你供养很多的 你是特别 我要特别选阿罗汉 我才供养 那种 这种供养 跟你次地 我 我就是很恭敬 虽然他是凡夫 但是呢 我是 依着他的次地 就是 我今天呢 来生团 就是要 要请 请里面 某某师傅 来我家来 摘生 应供 那么生团 他就会派 来 今天轮到你 去居士家应供 他就去 居士家应供 他就是 由生团 依着次地 慢慢地 去让居士去运供 居士没有分别心 供养出家人 大家懂我意思吗 他不会说 我特别选这个人 我才供养 选那个人 我才供养 你如果是这样供养 其实功德是很小的 如果是没有分别心 依着次地 一个个供养下的 那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那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分它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圣人生是很少的 圣生是 已经是极为少了 末法时代 但是我们要种 那个清净的因 这个很重要 他如果是现出家相 不管他是 怎么样子的外相 怎么样子的如何 都要有一份 恭敬之心 都要有一份恭敬之心 这个是 所以你不要去分别 他是感金颤的 他是讲金的 他是脱波的 都这样子分别 那这样子 对 对四中弟子都不好 我们出家中 也不能这样分别 不要说 他是什么样子 就不好 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出家中 我们看到 其他出家中 不管他是 怎么样子的出家中 我们都要 也是要升起一份 那种 对这个法福啊 以及他决心 走出家路的 这个恭敬心 要出来 你这样子 你修行才能帮我进步 谈到这 我就想到 沈家甄居士 沈家甄居士 刚往生的 他已经告别事 做过了 这算是怀念他了 在十多年前 我听他一个故事 我就很感动 十多年前 这是他 认识他的人 跟我讲的 他说有一天 沈家甄居士 因为他在美国庄严寺 美国庄严寺 都请很多法师 去讲金 那有一个很年轻的法师 他请他 很年轻的法师 到庄严寺 他去接机 到机场去接机 接机的时候 这个人跟我讲 接机的时候 他一到机场 那个路上 就是 那路上水是湿的 那个地上 还有点湿 他一看到师傅 他就整个就拜下来 那是年轻的法师 不是 不是说长老 他只是 还很年轻的法师 那么他这样的一位 大居士 老居士 那时候应该也八十几了 我看大概八十有了 他看到 看到这位年轻法师 他就顶你 就顶你下来 那就是 这一点 他是真的修出来了 真的是修出来 难怪他能够活到九十几岁 还是有他的功德力 他的太太 走的时候 虽然说是 如果没记错 是肝癌 是不是 肝癌 那走的时候 他治疗他太太的医生 就美国医生 美国医生治疗他太太 看到他太太的病情 就开始学佛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太 学佛开始 他就只送一部金刚经 每天就是一部金刚经 不断 三十年如一日 一部金刚经不断 三十年如一日 最后往生的时候 虽然肝癌 可是他的那个肚子 却没有大起来 肝癌走的时候 本来肚子都大 腹水 还会吐血 不是 不是吐血 就是腹水 然后很痛 可是呢 他不是 他是微痛 微微痛 可是不会很痛 肚子也不会很大 走的时候呢 还自己知道要走了 跟大家先说再见 手还拿出来 跟大家挥挥手 然后就这样往生了 就这样往生了 那他的医生 他的医生就还为了他 觉得说 这个人 这个佛弟子很特别 然后就学佛了 他的治疗 他太太的那位医生 这我十多年前看了报道 我不知道我们看错 我记忆中的记忆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心 我们这个心的绝躁 一定要 对三宝的 对三宝的那种 对佛 对法 对身 那个诚信 恭敬 以及一点都没有这个 这个我慢 没有忌妒 这个心其实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关系到一个人 你成佛 你修行能不能修得正 正不正 都在这里 都插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在这里 就走偏了 就走偏了 当我们一个人 当我们教理越来越深的时候 就开始会有人我分别 就有什么分别 我懂得多 你懂得少 然后如果一个人开始很用功的时候 也可能会产生人我分别 就是我拜佛拜得多 你拜得少 我比较精进 你比较不精进 当这样子分别一出来 就 就 就不好了 就不好了 我们的修行就 我们就离开佛道会越离越远 就越离越远 很多人他不懂得精教 可是他却很懂得佛法 他心很放下 很有慈悲心 又能担当 像广青老的上 他不知道 他不认识字 可是他就是这样修起来了 像周历盘陀妾 周历盘陀妾 他只会扫地 扫地扫地扫心地 最后他就开悟了 有一天周历盘陀妾 不是被 那个女众生团 女众生团不是 请那个 请教界 跟佛陀请 佛陀就派谁去呢 有一天他就派周历盘陀妾去 去女众生团 去讲经 去讲法 去 去讲法 结果 周历盘陀妾就说 我行吗 就佛陀说 你绝对行 因为大家都知道 周历盘陀妾去 一定会给大家嘲笑的 因为他的外形 就是很容易 会给大家 会嘲笑他 可是周历盘陀妾还是去 因为佛陀 交代他要去 就去的时候 那个 那时候 那个 那时候女众生团就 很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因为他外形 会让人家看不起 好 那 那个 他们就故意问难 提出很多问题 要问难 因为明知道他不懂 他不懂经教 他要故意问难 可是那时候 周历盘陀妾 已经证悟了 他已经是 四果罗汉了 已经是四果罗汉了 好 后来 潘多切在那场会上 用最简单的辟语 回答所有的人的问难 让很多尼斯 很多那时候的 女众生团 对他就 升起恭敬心 真的升起恭敬心 可是之前 没有恭敬心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造业了 之前没有恭敬心的时候 那个鹰就种下去了 那个鹰就种下去了 如果现在周历盘陀界 来到我们 台湾 讲经可能没有人会听 可能没有人会听 因为大家分别心会很重 分别心会很重 好 好 我们继续看 下面 274页 经文 274页最后两行 射立佛当之 我本立誓愿 预令一切中 如我等无益 如我习所愿 经者已满足 化一切众神 皆令入佛道 就是说 射立佛啊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我呢 在过去圣中 我本来就立了死愿 要令所有的众神 跟我一样都可成佛 如我习所愿 现在 如我过去的愿 满愿了 经者已经满足了 经者已满足了 经已经满愿了 现在 我讲这个法华经 以化一切众神 皆令入佛道 我也化了 让所有的众神 皆令入佛道 好 我们看 275页 经文 若我遇众神 敬教以佛道 无智者错乱 迷惑 不受教 如果 我们有说 三圣的教法 如果我遇到 每一个众神 都马上告诉他 成佛之道 那 小智 小慧 或无智者 就错乱了 他迷惑 他会开始迷惑 而且不敢受教 好 不敢受教 好 你要他马上发大心 很难的 好 可是你要他照顾自己 他做得到 他做得到 你要他处理苦 他做得到 可是你要他马上 要像佛一样 广为利数的众生 他就 烦恼就会起来了 就很难了 就很难了 好 所以这就是佛的本怀 必须先暂时 讲三圣教法 身闻原觉 菩萨 来度 这三圣的根器的人 然后最后 那这些三圣根器的人 慢慢长大了 法生会命 越来越增长了 然后再开始 实际因缘成熟 再教育 他有办法接受的佛道 好 276页 我这次众生 未曾修善本 我知道这些众生 都过去生 要修到大圣的善 善本是很不容易 没有这些机缘 能够修到 很多的善根福的因缘 未曾修善本 兼着于五欲 痴爱 故生 所以 因为众生 是兼着于五欲 他都是处在 痴爱 获叶苦中 生出这个烦恼 以诸欲 因缘 最多三恶道 以各种欲的因缘 贪欲的因缘 最多到三恶道中 轮回六去中 备受诸苦毒 受胎之为行 事实常增长 轮回到六去 就是六道轮回 备受诸苦毒 备受所有的苦 六道轮回 真的很苦 真的很苦 昨天我讲 昨天讲到我们寺庙猫咪 猫咪前几天大悲战的时候 往生 他是被我们山下一只土豆小狗 咬死了 就在我前面咬死了 这是很无常 我们的猫咪来我们寺庙 才抱来 才一个多月而已 我看才一个多月 没有多久 就来不及 长大 就往生了 就往生了 你看恩恩怨怨就是这样 备受诸苦毒 这个夜献前的时候 挡都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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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生生世世 一直去植善根腹的因缘 这个猫咪过去生 他也是植了很多善根腹的因缘 能够赶着来到寺庙 又正好在大悲战之前往生 前几分钟 准备开始了 被咬死 然后我们就把他 跟大悲战 让他一起跟着我们大悲战 他也是 有这种善根腹的因缘 才可能赶着 要不然如何赶着 所以我们千万 不要小看 我们点点点滴滴的任何善根都 都要当下马上做 当下马上做 有一次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 我看到 有另外两个出家人 也来这个住 那个素食 小摊位 自助餐在那里吃 我也正好在那里吃 我马上就偷偷地去帮他付钱 其实我自己出家人 我自己是出家人 但是我 每次看到出家人 他 我就有这种心 很欢喜 很希望赶快能够帮他一点 赶快跟他结个善缘 赶快跟他结个善缘 因为以前 我也常常被人家这样 以前也常常被人家 因为有一次我在 在高雄 在高雄 在那里吃饭 好几次我都去同一个地方吃饭 都有一个人在帮我付了 然后那个人又交代老板说 你不能讲是谁付的 那个又跟我不认识 每次去都他付了 都他付了 那 后来 后来我当然就慢慢就知道 是哪一位付了 就结了这个善根付 结了这个好姻缘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了 还认识 都还认识 我们 我们跟所有四众弟子 要广为结善缘 因为最后谁就谁都不知道 那 你要懂我意思吗 谁就谁都不知道 未来生中 我们一定要善缘多 二缘少 那善缘是要发心结 不是 随缘结 是要很积极的 不是说我随缘结点善缘 是要很积极的去结点善缘 很积极的去结点善缘 是得这样 有机会到的时候 就赶快要把握因缘 结分善缘 所以这个猫咪过去生 他一定结了一些善缘 跟我一定结了很多 跟我们寺庙 我们三位法师 都结了善缘 你才可能 在这个时候 他在往生的时候 还有办法拉他一把 他过去生中结过善缘 可是习气烦恼 又堕落了 但是 堕落的善缘还在啊 你得靠这些善缘 在堕落的善恶道中 才有办法再拉起来 才有办法再拉起来 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 好 我们 看下面 这个还没解 我试完 276页 这个还没有解释完 受胎之微型 世事常增长 好 这个 受胎之微型就是 我们生生世世 分段生世 他都去投胎 都去投胎 投胎呢 是从他小小的微型 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他这里的意思是这样 好 我看后面的解释 他指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么世事呢 好 都是在这个状况当中 生死无穷 好 生死无穷 以我们这个不静的色身为题 一直轮 一直 轮转流去 好 世事 一直这样 好 所以才叫世事 常增长 世事常增长 世事常增长 我们 好 翻过来 所以我们就要断掉这个 唯一让我们苦的就是这个业 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造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业 货业苦造出来的这个业 所以我们要 反这个本 反我们亲近原来的本性 佛性 要返回这个亲近原来的这个佛性 我们就是只有依着这个三宝光 就是如灯塔一样的三宝 依他的所有的教法 好 好 然后以 以 很深的恭敬心 好 慢慢慢慢的 好 去给他 好 修起来 这样才有办法 我 我那时候 那时候病了很重的时候 我发现 没有一个大法 救得了我 人家跟我讲说 你持什么走 可以 你怎么样都可以 如何如何 这个 这个 很多方式都教我 结果最后救我的是什么呢 就是成心 只有一份成心救我的 好 就是你在理佛的时候 你不管是理什么佛 你那个成心出来 你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有一天 有一天 我那时候 有一次 我就是快死了 我觉得已经放弃我生命了 那时候 有一天 我去上早殿的时候 我在一个寺庙 我去上早殿 我已经放弃我的生命 因为我知道 可能已经没有 我已经很清 那时候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救了 我就放弃了 放弃的时候 我就突然中 因为心里已经放下我这个生命的那个感觉了 那我就看着那佛像 就慢慢地败下去 那个心的意思是 那时候的意思是 只有三宝 是我唯一的医子处 不管我以后要去哪 生生世世要去哪 只有三宝是我唯一要去的 唯一要 唯一医子的地方 请诸佛菩萨做主 能够带领我走向未来 意思是我 现在我不要了 现在我已经 我不是不要 是不得不要 已经没有 已经放弃了 所以那时候拜多成心啊 那时候拜多成心啊 那时候拜多成心啊 那次才拜几拜 才拜三拜 三拜才拜三拜而已 那个身心好清爽 很清爽 后来才发现 原来以前都不成心 原来以前的成心是不够的 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都以为自己很成心 其实是还不够的 还不够的 那我说我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成心还不够 不是佛不救我 是至于我们的成 还没有做到深 真切的 还没有做到很真切 所以唯有真切的那个诚恳 才有办法 你在修行这条路上 才有办法 真的体会到这个法喜 这个法喜 所以佛多讲说 这个信 信心啊 为所有的功德之源 是所有功德的源头 相信的信 所有功德的源头 这是真的 那时候的感触 那时候的感触 就很百分之百的相信 这是真的 我们看 我们看 不可舍 我们自精高 残取 心不实 就是所有博得少福之人 众苦所逼迫 若协见 就是他接触到 都是很多 不是正知正见的 协见 若有若无等 就是偏有也偏无 就是偏空跟偏有的意思 就是断 断见跟常见 意思就是这样 若有若无 若这个有 就是一直以有 这个常见 或是无 断见 这些 这些知见 依止此诸见 具足六十二 这些邪见呢 在那时候外道 邪见 在佛法里面 分六十二种邪见 主要分六十二种 所谓的具足六十二 种邪见 身着虚妄法 坚受不可舍 他着 懒着在这个虚妄之法中 然后很坚持地受他 受死这个法 又不是不去舍弃他 我慢 至今高 自己的慢性又很高 残取 心不死 心也不死 残取 这个 让我们的身心都没有办法 都越来越堕落 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堕落 这几天 我在砍财的时候 有想到 有想到 其实我们 我们人 时宜住行 只要 让我们活下去的 基本因素 其实是很低的 时你只要一碗饭 就可以饱了 你要吃多少 时宜 穿得暖和就好了 现在的衣服 几百块 一两百块 在路边谈 你可以买到了 都可以穿得很好 还可以穿很久 还可以穿很久 我爸爸 我爸爸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是我 俗家的衣服 我还在 我自己还 出家前的衣服 我爸爸 每次我爸爸 我回去看我爸爸 我爸爸说 这是你的衣服 他就指着他身上衣服 说这是你的衣服 他意思是跟我讲说 你要节俭 要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 我每次都很告诫他老人家的话 我很多地方都要尽量省 唯有勤俭你才有办法 才能够 这在社会上也一样 对不对 以前那个隔音连笔 你只要不勤俭 不节俭 不勤快 不节俭 只有失败而已 你的家道不会长久 家 我们这个家的道 家道不长久 这个家绝对 不会很久 不会很久 不勤快 不节俭 这家道绝对不长久 这个我们常常在这个虚妄法里面 所以我们人常常为了多出来的东西在忙 其实我们很足够的 吃一碗饭可以饱 十一 很容易可以穿得软 穿得软就好了 现在是要求穿得好 十一 住 住当然又是要求穿得更好 要更好 十一住行 大家都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 我们要 要满足这四个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忙这四件事情 对啊 都在忙这四件事情 没有忙别的 没有忙别的 就是要吃嘛 每天就是为了要能够活下去 其实我们活下去的因素很 很容易活下去 真的是很容易可以活下去 但是会让我们常常活不下去的都是我们 想不开 看不开 面子放不下 很多状况让我们身心越来越纠缠 越来越纠缠 所以我在砍材的时候 我就在想古代 古代的人 事实上 其实你要忙的事情不多 就是出坡作物就出坡什么 在寺庙里出坡 就是吃嘛 就是只要法轮 那个十轮转什么都转了 厨房有转 你什么都转了 十轮 就是你法轮要转 十轮得先转了 你厨房有转 你什么都转了 所以出坡作物都在忙这个 十一住行 十一住行 那个种种菜不就是吃嘛 然后砍砍柴 就是要煮嘛 就是这几件事情 然后就剩下就是用功 所以寺庙生活是所有生活 大概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又没有什么也没有 以前古代 古代是 没有电脑 没有电视 没有电 所以你晚上很早就睡觉了 晚上很早就睡觉 我们那里有个居士 他每天 黄昏六点钟睡觉 十二点起床 半夜十二点起床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那我问他说 那你太太怎么办 他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太太就忙他的 他自己先睡觉了 好 那十二点起床干嘛呢 我就问他 他说念佛 就开始念佛 十二点起床 再念佛 念一念呢 然后就 就又忙点吃的 放到电锅 蒸一蒸 他又去 小睡一下 小睡一下 又六点 不到六点又起来 又起床 好 又起床 然后就来我们寺庙 要做义工了 六点半多就到我寺庙 常常 就是 他经常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早上有一个 有一个老菩萨 也很好玩 他早上一大早 四点半多 五点 可能五点半 他就 蹭价咖 就来了 就来 就来 来寺庙拜拜 就 他也不进大殿 因为他蹭价咖 他就 就在前面 就点点头 然后念阿弥陀佛就好 他也是很早就睡了 也不太看电视 很早就睡 很早就起来 身体很健康 这两个老人家 身体都非常健康 你要搬 搬出众东西 还得靠他们 已经快八十岁的老人家了 还得靠他们七十六岁 七十七 七十六岁的老人家 我们现在的生活 没有像他们这样 我们身体就 也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把我们的生活 起居越来越淳朴 朴素化 朴素化 早睡早起 那个格言灵壁里面有讲 大地 大地要睡的时候 就是晚上 大地要睡觉的时候 就是已经黄昏了 那个大地要休息了 这个我们的天地 这个要休息了 如果这时候你不休息 那是不好的 在格言灵壁有谈到 如果地绵而人不绵 那是未来是不好 就是地 大地已经绵 睡眠的绵 大地已经在睡了 在绵了 而人不绵 不躺在床上 那我们对我们身心是不好 以前古人就这样讲 如果你大地已经起来了 就是清晨了 清晨已经开始 那个生机开始要 要开始轮转了 太阳要出来 天准备要亮了 如果你还不起床 它对我们也是不好的 对我们也是不好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跟 我们一定要懂 天地之间的许多道理 然后越来越调整我们自己 越来越调整我们自己 去掉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需求 有些需求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 把我们的需求降到最低 我们身心自然安康 自然安康 我们继继维 我们继继继继续看 下面 279月 于千万一节 不闻佛名字 亦不闻正法 如此能难度 这是接着前面 博德少夫人 然后他慢心 我慢至金刚 惨取行不死 的人 这样在千万一劫 不闻佛名字 也闻不到正法 这样如是人懒度 如是人懒度 这是不容易 一个人要政治正见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要政治正见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 就真的很感恩 非常感恩 我从我出家到现在 出家前学佛 在佛界社团 第一次又进入 就是参功的在界学会 从参功的在界学会 就开始慢慢地 就以这个 这样一个传统下的观念 传统下的心情 去走这个修行的路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 可能过去生中 跟正法有极道善缘 今生还能够 还在正法里面 如果我们一旦斜见了 一点点偏一点 以后就完 以后就越偏越远 就越偏越远 这个就很辛苦 我们看下面 是故社利佛 我为社方便 说诸净苦道 是知 以涅槃 就再告社利佛 我呢 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 让众生得利苦 社广社 许多方便 让众生的苦 先能够净 所以说诸净苦道 净苦之道 灭这个苦的道 四肢以涅槃 先告诉他 这个化成的涅槃 就是二圣行者的涅槃 先告诉他 这个涅槃之法 我虽说涅槃 是亿非真面 我虽然 为众生演说 这个二圣 三圣的教法 指出小圣的涅槃 但是呢 是亿非真面 我并不是真的要你就这么 进入涅槃 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 佛子行道以来世的作佛 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 就是诸佛 十方诸佛所体会的 这个究竟的成佛 究竟的这个法 从本来就是清净极灭之下 本来就是如此 那 现在佛所说的 恶圣涅槃的教法 只是希望 这个并不是真的极灭 并不是真的是 让众生就真的进入涅槃了 是并非真面 因为诸法从本 诸法本来 它就是 清净之极灭相 这个极灭跟前面 那个亦非真面 这个面是不一样的 它是佛大涅槃的极灭相 大灭盘的极灭相 是指佛着 这个层次的极灭相 佛之行道以 来是得作佛 佛之呢 他知道 他现在走的是 成佛之道 一圣的教法 依着这样的观念 这样子的 这条路去走 来是必定 可以得作佛 我们看 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翻过来280页 我有方便力 开示三圣法 一切诸世尊 皆说一圣道 今此诸大众 皆应出一祸 诸佛语无义 唯一无二圣 就是 我呢 有方便力 开示三圣法 开示三圣的教法 一切诸世尊 皆说一圣道 我有无量的方便 开示三圣的教法 所有的 所有的世尊 他说着一圣的教法 一佛圣的教法 今此诸大众 皆应处疑惑 今天所有的大众 都应该要 解开这个疑惑 相信 相信什么呢 十方诸佛 诸佛语无义 唯一无二圣 十方诸佛的说法 都是先讲全法 后讲识法 先全后识 巧诗方便 开示三圣的教法 所以 他虽说三圣的教法 但是事实上是 为了讲一佛圣 所以唯一无二圣 唯一无二圣 今天呢 我们讲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 下面都很快的 因为几乎都在重复 这个观念 几乎都在重复 这个观念 可是重复当中 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 附带被提出来的一些教理 这个就变成是我们要去 要去了解跟讨论的了 但是呢 主要的 其实在这之前 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了 那么 所以下面进展的会蛮快的 希望大家回去 你要复习一下 要复习一下 事先先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先跟我提出来 好 可以跟我提出来 不用客气 我刚刚想到 想到这个 修行这个四众弟子 我们刚刚提到四院 这因为我自己感触很深 这个以前这个五祖 五祖 红忍 传六祖 惠仁大师 那 五祖红忍在传给惠仁大师的时候 他是半夜叫惠仁大师 你赶快先走 你赶快先走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 他已经传给他了 为什么叫他先走 因为一旦他被知道 他被传法了 那么其他的就不满意 会加害于六祖惠仁大师 所以要他先走 要他先走 五祖他就送惠仁大师到河边 就送他 就有说 迷食师度 误谣制度 六祖惠仁大师就亲自 用这个船就开到对岸 载着他师父 开到对岸去 阿师父也送他一程 一切人只会传法 他没有那种 情职 不会执着说 你就要在我怎么样 要为他服务 要怎么样 什么 都没有 法一传给你 你就赶快要去利益众生 你有程度就叫他利益众生 所以密尔日巴跟钢磨邦 那时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钢磨邦就开始要去利益众生 他就是要把法传给他 就只为利益众生 而教导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心胸 可是红冷大师他还是能够包容 以及很用心地教他们 因为六祖惠仁毕竟是旷世奇才 他真的是很难得见的一个大菩萨 但是很多的人不像六祖惠仁 这样的大菩萨 一下子就能证悟 所以五祖传给六祖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那些出家众 就是其他的注重会不满 这是很正常 所以红冷 这个红冷大师 他也很能够清楚这个状况 那他心里就也能够慢慢地去 方便善巧地把这个法传给六祖 就走了 让六祖能够到南部 去弘扬这个传宗 可是这个神秀 神秀就是红冷的大弟子 红冷的大弟子 他还是很照顾他们 他不会因为说他们有那种 传法的真正这个位置的 这个状况 而去排斥这些人 能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这凡 这就是还没证悟的 凡夫正常的状况 这不是是非有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 一个人的习气 好像看得很严重 因为还没证慎人 怎么可能就没习气 怎么可能没有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恭敬心 来看待想要修的人 不管他是出家在家 包括你们在家人 你们的师兄 你们的师兄们 在家自己的师兄们 也是一样 不要太过说 这个人好像 有习气就把 这个师兄 他就把他看得好像很如何 这是 你们一定要自己 要互相要勉励 互相要照顾 大家才有办法 越修越好了 才有办法越修越好了 所以这个龙忍 包容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要找圣人是很难的 就算圣人来也被我们毁谤走了 因为我们圣人来 你又不知道他是圣人 你跟他相处 你一定是 一定是 就算佛来 也会被你 也会被我们有色的眼睛 看他说 你佛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样 那就把他毁谤走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以前常师父就讲到这一段 这是我们地质相不够 地质相 我们做地质相不够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召到善知识 其实有很大的理由是 我们地质相还没做好 如果我们地质相做得好 我们自然能感召到善知识 佛会帮我们安排到 一个很好的善知识 可是如果我们地质相做不好 一直看能过失 那善知识也会被我们给毁谤走 也会被我们毁谤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大家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发现 我发现 我跟很多 很多师众弟子相处 这十七年来 出家十七年来 我真的发现 有很多修行人 真的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 真的是很不错 可是他不见得 名声很好 他不见得名声很好 因为他有个性 有个性 大家一定会发现 很老一辈子的老和尚 有一些老和尚 还有古代的观念 你不好跟 因为他很严格 很严格 不好跟 像燦公 燦公就很严格 你要跟着他就很不容易 像 人群长老 很严格 人群长老的严格 你们很难想象 我上次讲过一个故事 差一秒都不行 他不是说 一点半起床吗 人群长老一点半起床 我再讲一次 人群长老他们那里一点半 打板就是五岁 打板的人 一点半 人群长老疗房里面就有个钟 疗房外面就有个钟 两个钟的秒针是一模一样 对到一模一样 他打板的人 一定要固定坐在 人群长老外面那个钟的旁边 准备要敲板 一点半一到 如果你那板没敲 刚好晚了一秒钟 人群长老就从里面念出来了 谁在打板啊 怎么一秒钟 已经超过一秒钟了还没打 你们就马上就念出来 你看人群长老到现在 老当益壮 他还是 我那天看到他 身体还是很不错 看起来其实还非常好 九十多岁了 九十多岁了 身体还是很不错 你说有人要发问 禅跟禅是不是要双修比较好 这个在永明元寿禅师四六简就讲得很好了 有禅有净土 游如带脚乎 那就是意思是更好了 但是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九错路 如果你有 有禅有禅有净土 你十人九错路 这在四六简里面 四六简 这永明元寿禅师 阿弥陀佛再来 他就讲了这一个 然后 有就是 无禅有净土 只有净土而已 没有禅 万修万能去 万修万能去 这是永明元寿禅师 他谈的 这是 如果要讲这两者的关系 如果要两个都有 就是你念佛的时候 也有禅的那个心境 然后用心的求生 希望几个世界 那是游如带脚乎 是更好 那但是如果你只修禅 却不想求饥饿事情 然后 或是太偏禅 净土只有一点点的愿 那就很危险 那就很危险 十人九错路 十人九错路 永明元寿禅师 是宋朝那时候 那时候的根气 比我们还厉害 都这样了 何况我们现在 何况我们现在 对国内有一些道场 他比较标明禅的 他对禁度不强调 禁度不强调 这个我是 就不方便怎么讲 但是我 如果按照现在 我所理解 我所知道的 就最好要有 就是一定 禁度是非常重要 你只有禅 是很危险的 禅很容易堕落到 这个外面 有很多形式 都觉得不重要了 很容易堕落到这样 把很多应该该守的 一些严谨都忘了 而且最后的路 又很容易无所依归 会很容易变成这样 无所依归 经典上是 对 这个在经典上 都有这个记载 对对 没错 我是劝 不要太 我是劝 禁度是主 主 那么其他的当父 没关系 可是主 一定要照顾得很稳 好 请说 念佛只是 别识 别识 就是来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这个 佛号这个 他除了本身 佛号就具备了 佛陀本身的 这个阿弥陀佛本身的 万德庄严 以这个因种在我们的 这个八十田中 不断地种 不断地种 让我们的心事 就越来越种下 这个佛的万德庄严的 这个因 一直种下去 我们会 这条路上 这成佛这条路上 至少这个因一直种得很稳 会迅速成佛 其实如果要讲迅速成佛 真的是念佛法门 是最直接 如果要讲禅 它应该是最直接的禅 如果你要讲密 它是最直接的密 如果要谈到这个的话 可以这么讲 它是最深的密法 无上子密法 这些密法到最后 都是在念佛号 你不是在念上师的号 就是在念佛号 要不然在念 都是过去的什么心咒 那个都是他们菩萨的 你就等于是在念佛名 菩萨名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它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佛陀 他留给我们后代 众生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 其实以后 佛陀所有的法门 最重要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净土法门 他度众生 最广大无量的 就是这个法门 各位 广大无量 就是这个净土法门 所以有个祖师 他就讲 如来所以新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法 他这个 以前我听的时候 有点不太认同 早期我一直在走藏船 在走思念处 那时候我就不太认同 这句话 我做那么多教法 为什么 为说弥陀本愿法 等我一病之后 障碍来了 我才发现 真的哦 真的 为说弥陀本愿法 而且很多过去 很多例子修禅的 修什么 到最后出很多问题的 然后最后还劝了念佛 还是真的得念佛 前阵子不是 有一位居士往生 他都帮人家受什么 你是出国恶国嘛 他也是以禅的风貌出现嘛 现代禅的样子 后来他也是劝了念佛 这个是那时候 他公开跟大家报告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 可以来讲 没关系 他最后还是劝了念佛 劝了念佛 因为这个禅定 禅定跟正出国 这个四禅天的人 很容易误会自己正出国 四禅天的人 非常容易误会自己正悟 很容易会误会自己正悟 而帮人家 而且四禅天那时候 他定力因为很深厚 所以他很多障碍是没有的 都被扶住的 他贪嗔痴 初禅就扶住了 何况四禅 四禅他还能显出一些神通 所以你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有时候连初禅都会误会自己 已经有那种证悟的那种 他会有时候会误会自己 会误会自己 这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 可是你梦法时代 有哪个善知识 能够为你印证 印证的是不是真的善知识 又很难 所以只有 所以叫做 如果只有禅没净土 就十人九错误 这十人九错误 算是比较保守奖的 如果要我来讲 以我看 一千人九百九十人 九十九人错误 九百九十九个人错误 都可能 可能还没有人有走对 这是一点 这是一种感触 这是一种感触 不过这样子讲 可能禅宗人 他不见得能认同 不见得能认同 不过这是我 这是真的话了 这是真的话 那那个弥陀法 这个 这个 念阿弥陀佛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去了 他不是为后世 你是 整个去的就是 截断生死之流 你就不在三界路 你就没有这个 三界轮回的问题 你就横操三界 就去那里就是 得欲补促 你是准备要 一直到成佛 一直到去 花开见佛就正无声的 就整个就 你一去就不退转了 一去就已经不退转了 而且又不在生死轮回里 这个怎么会是 为后世 或许前后文 可以在 我们可以 如果你有找到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前后文 但是呢 如果就算我们今生 没去极乐世界 你也为 的确也为 后来生中 又做得度之因缘 也是可以这样子了 但是那是 万一没去 万一没去 至少未来生中 又 善根福德因缘 又种得很深厚 印光大师 他对这个评论最多 印光大师非常 非常希望大家 要能够留意到 这个饲料节 这个有名言寿禅师 饲料节 有禅有净土 有如带脚虎 那个 有禅无净土 就是死人久错路 然后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能去 他这个很 如果无禅也无净土 就是 披毛带脚还 就是披毛带脚还 要有一个主 有一个主的法门的 主的法门 一定有它相关经论 主的 比如说像念佛法门 它一定有它净土五经 一个主要的经论 这个要熟悉 那富的呢 像地藏经 金刚经 或是像 其他的一些经论 都可以附带的研究 没有关系 可是主一定要照顾好 主要掌握好 不要到最后 就 根本没有利好 这样就不好 所以 不要说 只是一经一论 我不是很能够觉得说 一定得一经一论 当然我们如果能力 只能一经一论 我们就先一经一论 但是呢 如果还可以的话 稍微多看点其他经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要把自己这个主要的 这个念佛法门呢 要维持好 然后这个功课呢 要给他做好 所谓维持好 主维持好 每天的功课 这个练佛的功课 不要断 我上次提到 那个会三老和尚 就是我们国内 慧继金刚传承 这个 清牢上的师父 会三牢上 他站得走 欲知十字 站得走 那么他的功课是什么 他就是三万生 阿弥陀佛 每天三万生不断 数十年如一日 三万生佛号 然后每天一步 普贤恨怨疲 一步普贤恨怨疲 然后他自己是 附带修的一个秘法 就是 慧继金刚 慧继金刚是他附的 他主是什么呢 是念佛 主是念佛 所以他就是 每天就是 三万生佛号 然后五百多生的 慧继金刚的神咒 然后一变 普贤恨怨疲 数十年如一日 他就 这个主 三万生佛号 他照顾得很稳 所以最后 他就求生净土 西方 就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 就极乐净土 他就求生极乐净土 然后往生那一天 往生前一天 之前就先跟人家讲了 大家不相信 前一天又再讲一次 说我明天要走 大家不相信 他三个弟子都不相信 包括清云老上 这是清云老上跟我讲的 他记载上也写 那隔天的时候 他就真的 很自在 把大家又召集来 然后说 我走了 就站起来 然后走几步路 合掌就往生了 就这样 就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他就是这样就走 所以他这个主 照顾得很好 主 主一定得要 这个功课很重要 这个主的功课 就是念佛号 或是念 阿弥陀经 或是无量寿经 这个主的 如果没有时间 就是佛号 也要把它维持 要数目多一点 佛号的数目 最好多一点 这个四头三元光 是晨开老上 我那时候跟他 在一块的时候 他都是 一直佛号一直念 我每次去看他 他都是 拿着佛号一直在念 一直在念 这个主很重要 这个主非常重要 好 我们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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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